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拜登也說這個不叫衰退 說聯準會有採取行動抑制通膨 經濟放緩不讓人意外 我們還是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呢 拜登這麼說 不過美國財長葉倫則表示 美國的經濟正朝著穩定 持續成長的情況邁進 拒絕美國是已經進入衰退的說法 而讓美國人感到難受的原因 可不是因為經濟不好啊 而是高通膨 這個有差嗎 來 先請教一下賴老師 等一下亮哥也補充一下您的意見 我個人覺得 負成長如果不叫衰退的話 我們都不知道該怎麼下定義了 他說技術性 我沒有辦法評論了 因為我們看到負成長 負成長也就是說 我們一般來講 GDP你二的話 就代表你沒有成長 我們一般都是這樣算 原因很簡單 我想觀眾朋友您想想看 我們人類要活下去 每天要吃東西 你要喝牛奶 你要吃雞蛋 你要什麼 那是基本的開銷 也就是說你要活下去的基本的開銷 所以那一些東西 基本上就是佔兩個GDP左右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說一個GDP 百分之二 我們一般來講就會覺得說 它基本上是停的 它沒有成長 那也就是企業沒有賺錢 你就沒有辦法調薪水 大家收入沒有增加 然後只是說 我們今年過的跟去年是一樣 是差不多 這樣的一個情形 台灣當初在調薪的時候 也是這樣定 台灣當初的調薪就是說 你要五個成長 百分之五 或者是至少要百分之三以上 然後這樣的情形 才叫做有成長 那就是可以調薪了 那如果沒有成長 那就是不調薪 可是一般來講 我們都通常都是二左右這樣子 那你想你現在已經是-0.9 那-0.9等於是你是倒退 你倒退 你等於是你的生產的產值 比去年還要少 比去年還要少 就不叫衰退 這個我們已經不知道 這個衰退這個字要怎麼寫 我覺得政客就是政客 即使他再有學問 一輪是很有學問的大學教授 而且他當時的經濟學 也是相當有名的 再有學問的人 一旦從政以後都變成蛋頭 這就是我們最偉大的政治 偉大的政治會讓一堆聰明的學者 一旦套入政壇 這個我沒有講正量 就是聰明的學者套入政壇以後 他就會變頓變笨 然後他就會利用他的知識 然後去擾亂我們的知識 這個才是危險 也就是說明明白白的 他本身知道這叫做衰退 當然你也可以叫做技術性衰退 你也可以把它說成是暫時性衰退 因為你還可以要再拉長一點來看 如果再拉長一點來看的話 如果說他連續開始出現這個情況 那就是代表你這個國家的生產力 已經出現很嚴重的問題了 已經開始你的市場沒有了 你的失業率出來了 那這個時候你該怎麼辦 那問題就在於你要去面對這個問題 不去面對這個問題 你去迴避這個問題 這個才是危險 好 不過你看 這個大脈控的本尊 Michael Burry 他說白宮在經濟衰退的定義上 根本就是在玩文字遊戲 他來吐槽了 這叫文字遊戲 他是試圖在淡化美國發生的經濟衰退 美國人正在累積信用卡的債務 來支付不斷上漲的生活成本 所以他顯然對於白宮那種說法 是相當的不認同的 而且連紐約時報都講 對於大多數人來講 最直接的感受 根本就是放慢了成長生意微縮 跟民眾處於物價飛漲 這種經濟的現實面 所以這個根本就是有人在咬文嚼字 然後他也引用了許多的專家的說法 甚至像ING的專家都說 衰退根本就是遲早的事 來亮哥 因為經濟學 基本上就是兩季 你如果都是副省長就是衰退 這個是定義 事實上你也不要怪葉倫 因為拜登要這樣講 他能反駁嗎 對不對 而且今年是選舉年 四個月之後就要投票 特別敏感 選舉年一定是報喜不報憂 你報憂怎麼選 拜登去年11月也說沒有通膨 今年6月以後就改善 那葉倫只好跟著講 葉倫那個時候也跟著講 11月 那葉倫今年只好道歉 說對不起我說錯了 那個鮑威爾才可怕 聯準會主席 他去年11月也說沒有通膨 結果今年明明就通膨 那他只好說我又不是美事都對 他真的這樣回答 那結果拜登後來就怪罪二路戰爭 說都是普丁通膨 對不對 結果人家去查數字 今年2月美國通膨7.9 對 現在才9.1 2月24號才開戰 開戰前就已經有通膨 對嘛 所以顯然通膨是去年美肌的原因造成這樣 最重要是什麼就是超發貨幣 尤其是你拜登搞那個 那個疫情的紓困 你那一次事後很多經濟學家都講 那至少造成了2到3%的通膨 對 就你造成了嘛 那另外當然就是供應鏈阻塞 到現在還沒解啊對不對 那這兩個原因跟俄乎戰爭有什麼關係 俄乎戰爭只是惡化了這個現象 對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啦 我跟你講啊 就一路說謊到最後還是要見公婆啦 先說到最新的一個進度 就是美國參議院在26號 以64對32票反對通過了 晶片法案的程序性投票 預料呢本週應該是星期三吧 要通過然後呢送交拜登總統去簽署 這個法案呢 我們其實過去談了很多他的內容 我不贅述了 不過拜登特別還有發推文 強調說美國晶片法案不只是關於半導體 它還開啟了對美國科學跟技術的重大投資 而且未來的幾十年呢 要為美國的經濟跟國家安全提供動力 好那麼現在呢已經既然做到這個地步了 那亮哥你先談一下 那你看接下來要怎麼樣去推進 那但是對於圍堵中方做得到嗎 我這個晶片法是說它要提供美國政府的補助嘛 那你只要領了補助 你十年內就不得到中國大陸擴廠 那當然它也會針對營業秘密啦 然後人力的流動啦 事實上我們台灣都是配合美國的啦 你可以看到調查局突然之間去調查那個獵人頭公司 你就知道了 所以對那個科技界的 尤其是設定的那幾個領域啦 比如說半導體的人力的流動 那比如說我有幾個朋友台積電 他去中國大陸工作嘛 那回來台灣就被約談啊 那被約談事實上就是問他禁業條款的問題 那禁業條款就是在講說你有沒有營業秘密 你有沒有遵守台積電的規則等等 那不過主要就是 你有沒有辦法把韓國也拉進來 這個事實上大家都在談啦 因為如果說你能夠給的錢啊 比如說一家公司最多給50億美元嘛 比如說我們講三星好了 三星到德州投資170億 那假設你給他50億啦 那三星就10年內不得在中國擴廠 很難想像 那對中國來講 對三星來講划算嗎 因為三星市場在西安啊 有很多地方都有廠嘛 而且他投資的主要就是記憶晶片 而且他發展的蠻不錯的 他市場營業額大概有31%在中國大陸 那如果再加上香港什麼 那如果在廣益的 說三星的總的投資 那可能有40幾% 那三星當然知道中國是最大的半導體市場 而且成長率是最高的 那10年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啊 他能做這種承諾嗎 那另外一家就是SK海利市嘛 對 你就知道拜登 我就跟你講 美國人做事啊 緊迫盯人 當他認為這件事很重要的時候 我就看到兩天前 拜登親自跟SK海利市的總裁對話 是啊 你可以想像有這種事嗎 是 就是為了拉你來啊 那我親自跟你對話 對 他事實上就是 我覺得SK大概就是釋放說 我覺得他們在談啊 坦白講那個結果我們不知道 那SK不是說 投220億美元 拜登表示歡迎 是嘛 那是不是 他是不是要跟拜登講說 那我中國那邊 你是不是不要限制那麼嚴 搞不好是啊 是啊 我們不知道嘛 不然我為什麼要投資你那麼多 對不對 我甚至 我甚至認為聯花科 會突然之間 把部分的東西轉移到英特爾 都有這個味道 哦 因為我跟你講啊 因為我聽說 這個chip4 chip4如果組起來啊 他真的不是只有台積電 我聽說裡面重要的公司 還有聯花科 那甚至還可能有日月光 就美國都是看到 台灣那種世界級的公司 是 那就是 對生產高階半導體是攸關的 因為到了最高階的半導體 坦白講 日月光如果是也是一體成型的 所以 所以我覺得他是 坦白講他們是集結了一些 科技專業的人在做政策 是 那 可是就是牽涉到 對很多公司來講 脫鉤是不划算的 而且 中國的國產替代緊追在後 比如說 你14奈米以上的 你如果真的放棄了中國市場 那對不起你很快就被取代掉 比如說台積電在南京做28奈米 對 那你不能過場嘛 你不能過場 那人家就把你吃掉了 是啊 就別人吃了那個市場嘛 對 而且中國早晚 我認為在兩到三年 那個DUV也做出來了 所以基本上成熟自成 他都可以做了 所以你到最後難道離子做高階的嗎 是啊 高階並不是半導體的產品裡面的主要的產品 沒錯 就一般消費啊 車用晶片啊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因為在這個高壓之下 所以台積電啊 三星啊 他都不方便出來發表他比較完整的論述 現在問題就在這兒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加通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呢 有銀髮族 有兒童 有孕婦 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